好,斬過來,頭柱還沒到 轉過來中間,這個球又撻了 薩卡道 這個球射撻了 這個球又被對方搶了 幸好有美露在這裡 鬥著位置 球姐走過來 吹了,哇,給美露直紅 美露直紅 真是不幸運 剛才說過,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 巴西對荷蘭那場球 他直接拿一面紅牌 這個時間只是 十六分多鐘 對於祖雲達斯的一個考驗 迪拿利這個時候 知道 冷 還要是屋漏那隻 屋漏兼逢夜雨 心都寒 攝氏是兩度的氣溫 加上祖雲達斯這麼喜歡打少一個 落地家,哇,這下真是肉酸 這樣就是 鞋底印在對方的臉上 即是說 對方不做幾下的登踏 踩是有點惡意 但他這下真是不應該的 美露 這面紅牌真是抵比他 錦玉酸的動作 跌倒之後 再印在帕斯那裡 如果他不是最後那下 錦玉酸用鞋底印帕斯的話 我相信 反而是 美露在剛才的這次身體接觸當中 他是得著的 是呀 之前的帕斯稍微慢兩點 但落地那下真是肉酸 剛才說到 李維特馬上拍到他 所以其實剛剛 如羅安雲所說 當那下他不給的話 其實球證 分分鐘會給黃麥帕斯 因為他沒有幾下 最後那下其實都踩到 美露的身體那裡 但他這下登出來之後 其實完全是處於一種被動的局面 所以他最後都打高了一條褲